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8月10号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后 台涉外事务部门表示 大陆正在试图建立新常态来恐吓台湾人民 台湾方面今天也举行了新一轮时代演习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正告民进党当局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必遭彻底失败 汪文斌表示 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再次暴露了其谋独分裂的本质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和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我们正告台湾民进党当局 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 最终只会加速自身负面 把台湾推向灾难深渊 搞台独分裂绝不可能得逞 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必将遭到彻底失败 据报道 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副部长 瓦伊丘凯威丘特 8月7号率团抵台进行五天窜访 对此汪文斌在会上表示 立方一再违背承诺 是赤裸裸的背信弃义 中方将坚决回击 我们敦促立方有关人员 不要继续充当台独和反华势力的棋子 更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另外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0号称 英籍伙伴已通过七国集团外长声明等形式 对中方在台海升级行动予以最强烈谴责 中方言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英方敦促中方和平解决分歧 避免采用威胁 使用武力和胁迫等方式 对此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英方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英方提出交涉 汪文斌指出 英方对美国的挑衅侵权行为视而不见 却对中方维护正义的反击之举横加指责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充分暴露了英方老牌帝国主义的虚伪嘴脸 如果英方真的关心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该去谴责美国和台独势力 阻止他们挑衅玩火